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连这个孩子的亲妈都在感叹 刘涛比自己还要紧张 虽然拍摄的地点和条件都非常的艰苦 但是刘涛也是完全都没有架子 很借地气 不仅能够虚心对待这些小演员 而且还能坐在土堆上不顾自己的形象倒头就睡 怪不得一直被大家都称作国民好媳妇 不管是工作还是他的为人处事 总能看出刘涛的真诚和负责任的一种态度 就算他做公益的时候来说 他是一个非常低调的公益人 之前韩红曝光能参加公益捐款的名单之后 让我们能发现很多的明星 都只付出了自己钉点爱心 但是刘涛被大家非常眼尖的给发现了 没有想到他做公益的时候也是如此的低调 就像他的为人一样 其实在公益上 刘涛并不输给其他的那些公益明星 一直秉持着真诚付出的态度 从不张扬 从每一次大声宣扬 让自己的火气更旺 同样是为新疆偏远地区捐献疫聊车 其他的大牌明星都带着自己的名字 只有刘涛用玻璃光来代替 而且刘涛也曾经多次帮助过困难儿童 贵州新安镇的一座小学建立了一家 梦想中心 资助该苏的希望小学 为南昌的白血病儿童捐款 资助贫困儿童上学 挑腰包包住烧伤的姐弟等等 除此之外 刘涛还会要求自己的孩子在课本和玩具中 挑选一些送给那些需要的孩子 刘涛同时也认为 孩子是最无法选择自我的 作为一个公众人物 在必要的时候一定要提醒大家 还有很多的孩子需要大家站出来去关心 一个人优秀不优秀 其实并不是只关注他做过哪些上市 更应该更关注的是 他的生活和工作之中 那些令人非常暖心的小细节 通过这些小细节 我们可以看出 刘涛对工作 对别人的一种认证负责 除此之外 他也是一个有责任心 肯温暖别人的人 而当前的社会里各种现象应有尽有 很需要一个正能量的公众人物 出来引导大家 而刘涛又这么低调 虽然有很多的人都在关注着他 想要看他的丑闻 想要知道他那些丑事 但是 刘涛一直都是做着自我 为了这个寒冷的社会奉献一些自己的爱心